路加福音第二章 当那些日子,该萨雅谷士都有旨意下来,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策,这是距离有座叙利亚巡抚的时候,头一次行报名上策的事。 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策,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,到了大卫的城,名叫伯利恒, 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,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策,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,他们在那里的时候,玛利亚的产期到了,就生了投胎的儿子,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,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 当那些日子,那时期正是罗马帝国开始形成的阶段,起初,罗马帝国是由好几个将军共同统治,但逐渐地全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。 到最后,尤卡萨克塔维亚将军控制了整个政局,他的伯父说他为养子,将该萨这个名字传给了他。 他夺取了控制权之后,罗马参议院就给了他雅谷士都的名字。 当时,参议院商讨着,要给罗马的这位新统治者一个特别的头衔,起初他们提议罗马国王,但是他拒绝了那个头衔。 他们就说,要不然我们就称你为罗马的独裁者好了,他也不喜欢。 最后,他们终于想出了奥古士都这个头衔,头衔背后的意思是属众神的。 他总算点头说,好,我喜欢这个头衔,因此他被称为该萨奥古士都,他可说是当时全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。 当那些日子,该萨奥古士都有旨意下来,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策。 结果每个人都遵照命令报名上策。 想想这种的权势,他高高地坐在罗马的王位上,他野心勃勃地登上这蛮有权势的地位。 当时机成熟的时候,一声令下,全世界的人马上就得听命跪拜在他面前。 没有其他人或者其他地方可以申告你的不满。 一个人下了一道指令,天下所有的人都得乖乖地遵守,因为这时罗马已经以武力征服了全世界。 那些日子里,Janus、Miel的大门都关闭着,Janus是他们的战神。 每当罗马军队出去打仗的时候,Miel便会打开来,让人们进去为军队的胜利祈祷。 那时正当太平时期,庙门都是关闭着,而且已经关了长达十六年之久。 你说这种时期,不正是和平之君出生的好时机吗? 但是你再想想看,天下太平的原因是由于罗马帝国强有力的高压统治。 当时没有人敢说,他的生命是属于自己的,每个人都是罗马的奴隶。 正如该萨所极力追求的,整个世界全部都在一个人的统治之下。 这时他颁布了一道旨意,很有意思的是,在埃及考古学家找到了这些罗马政府所做的名册。 名册每隔十四年造一次,人们在埃及找到了这些每隔十四年被造一次的名册。 在离开罗马和罗马首都很远的一个城份,有一座很少人听到过的小城市,名叫拿撒勒。 那里住了一对年轻夫妇,两人都是大魏族的后裔。 当该萨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,叫天下人民都得报名上册。 这对夫妻同样也得服从命令,回到他们的老家伯利恒去报名上册。 有趣的是,人们在埃及发现了一些古老文献,记载着当时每个人必须各归各成报名上册。 完全笨合了经文在这里的描述。 运气到了这最后代产的阶段,孕妇体内的荷尔蒙有着显著的改变,身体会跟得起不同的反应,行动非常不便,是一段很辛苦的时期。 然而,因着罗马这个独裁皇帝下了一道命令,玛利亚和约瑟只好顾不得身怀六甲的不便,开始准备长途跋涉。 从拿撒勒到伯利恒距离大约是70英里左右。 就当时的交通工具来看,这是一段非常遥远的路途。 这一番的折腾,就是为了要遵从旨意,顺服罗马这个独裁家伙的命令。 约瑟也从加利地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,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。 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,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策。 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,他们在那里的时候,玛利亚的产期到了,就生了投胎的儿子,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,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 假如你是上帝,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地方来让你的儿子出生呢? 很有意思的是,当上帝降临世间造访地球的时候,客店里竟然没有给他落脚的地方。 我想这已经预兆了耶稣所要度过的一生。 即使到了今天,拒绝将心灵空间给他的,还是大有人在。 他们有时间和空间做其他的一切事物,就是不愿意留下丝毫空隙给耶稣。 他似乎可以挤到社会群众的外围去了。 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。 但是当我们稍微往上调整焦距,在朝下看时,我们发现了另一层更深广的意义。 有时候,你如果后退几步,用更宽广的角度来看事情, 你会看到一些十分有趣的东西。 早在这事发生的七百年前,在这对年轻夫妻,当时怀孕的紧要关头, 还不知辛苦地从拿撒勒跑到伯利恒以前, 在早七百年之前,就有先知预言说, 伯利恒,依法他呀,你在犹大猪虫中微小,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, 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,他的根源从亘古,从太初自有。 先知已经预言说,弥赛亚将要出生于伯利恒这个城市。 当我读到圣经记载,该撒雅古师徒有旨意下来, 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,约瑟也得回到伯利恒去。 我那时才明白,这整个事件的发展,是因为上帝说过, 弥赛亚要出生在伯利恒的缘故,这么一来,真正在掌管所有事情的, 就不是那坐在罗马王位上的小人物了。 他不过是神计划当中所使用的一项道具罢了。 他已经想要取得掌管全世界的大权,终究还是没能得着, 那位出生在伯利恒的婴孩,才是最终要掌理天下万民的君王。 你瞧,上帝这时面对了一个难题, 玛利亚和约瑟住在拿撒勒, 然而先知的预言却说,婴孩将要在伯利恒出生。 没有任何头脑正常的夫妇, 会在怀孕末期这个最紧要的关头, 长途跋涉,从拿撒勒一路往伯利恒去。 上帝总要想个办法让他们动身往伯利恒去。 怎么办呢?上帝就开始在幕后策划。 于是,盖撒雅古斯都说, 只要天下人民都报名上策, 让人们照着盖撒的旨意而行吧。 遵命长官,盖撒以为自己是在发号司令, 掌控天下所有的人和事物, 而其实,他不过是在配合上帝的计划, 为了要应验神早在七百年前就已经宣称过的目的, 使得玛利亚和约瑟能赶在婴孩出生之前到达伯利恒的地方。 接下来的这段记载将他们当时孤单无助的情形表露无遗, 就生了投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。 很显然的,孩子出生的时候, 没有其他人来帮玛利亚的忙。 一般孕妇生产, 接生婆通常都会来家里帮忙接生。 婴孩出生后, 她会用墙保布将婴孩包裹妥当, 并且习心看顾着, 但是没有人来帮忙玛利亚。 想想看, 她当时不过是十六七岁左右, 孤孤单单一个人, 在马槽里生孩子。 那是当时人们官放牲口的地方。 然而那婴孩成全了上帝的应许, 她本是神, 将临地面来探访世人, 并且要救赎他们。 多么奇妙的一个故事。 在伯利亨之野地有牧羊的人, 夜间按着羹刺看守羊群。 稍微提一下, 从这里可以看出, 耶稣不可能出生于十二月二十五日, 因为冬天很冷, 牧羊人根本无法待在外头。 这个日子, 其实是从异教的圣塔尼利亚节日借来的, 而且现在庆祝的方式, 越来越像当初的异教节日。 我一直在想,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, 还会继续多久, 假借这一天来庆祝在十二月二十五日。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, 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, 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 有人认为, 这些牧羊人可能是圣殿雇佣的牧羊人, 因为圣殿里头每天早晚都得以羊羔献祭, 而且必须用无瑕疵, 无玷污的羊羔, 为了保持用献祭的羊羔, 圣殿就雇佣了自己的牧羊人来看守羊群。 很多人相信, 这群牧羊人在看顾的, 就是那些无瑕疵, 用来献祭的羔羊。 如果情形真是这样的话, 那就别有意义了, 因为他们是头一批人, 得以朝见神自己预备的羔羊, 用来洗清所有世人的罪。 在伯利恒之地, 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羹刺看守羊群,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, 主的荣光四面罩着他们, 牧羊的人就甚惧怕, 那天使对他们说, 不要惧怕,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, 是关乎万民的。 大喜的信息, 是关乎万民的。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, 为你们生了救主, 就是主基督。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, 包着布, 卧在马槽里, 那就是记号了。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, 同那天使赞美神说,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,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 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, 牧羊的人彼此说, 我们往伯利恒去, 看看所成的事, 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。 主的使者向这些牧羊人显现, 我认为这位使者就是天使长加百列, 我找不到什么根据来证明, 只是很强烈的一个灵感而已, 因为我们知道, 加百列无法把守秘密, 他亲自参与安排了婴孩出生的一系列事件, 现在他的工作基本上是已经完成了。 婴孩已经降世, 安全出生, 包在墙保部里, 他的工作可算结束了, 孩子提哭了第一声, 现在安睡在马槽里, 我完成了我的使命, 该来的都已经来了。 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兴奋, 最激动人心的事件, 刚刚发生了。 上帝成为人的样式, 为了来到他们当中探访他们, 并且要救赎他们。 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大新闻, 但是当时万籁尽急, 没有人醒着, 整个伯利恒的城灯火全都熄灭了。 夏白列到处查看, 发现朝着耶路撒冷的那个方向, 有些微的火光在跳跃着, 太好了, 总算有人还没睡, 他赶紧过去对他们说, 嘿, 你们听着, 救赎基督, 弥赛亚, 今天已经降生了, 就在大卫的城里, 你们可以找到他,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, 包着布, 卧在马槽里。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, 同那天使赞美神说,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,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 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激动的场面, 这故事我真是百听不厌。 他们急忙去了, 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, 也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。 既然看见, 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, 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。 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, 牧羊的人回去了, 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, 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, 就归荣耀于神, 赞美他。 满了八天, 就给孩子行割礼, 给他起名叫耶稣, 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, 天使所起的名。 他们通常在婴孩出生的第八天, 给孩子行割礼, 并且给他起名字。 犹太人非常地重视割礼, 即使是碰上安息日, 也还是照样在那一天给孩子行礼, 这是他们极少被允许, 获利能够在安息日所行的事之一。 满了八天, 就给孩子行割礼, 与他起名叫耶稣, 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, 天使所起的名, 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。 玛利亚生了一个男孩, 他必须要度过四十天捷径的日子。 如果他生的是女孩, 那就是八十天了, 有点像是在惩罚你生了女儿似的。 这时, 四十天捷径的日子已经满了, 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, 要把他献于主。 当四十天的捷径期过了之后, 人们就得到圣殿向神献祭, 通常是用一头羔羊和一只鸽子, 若是贫穷人家, 可以用两只除鸽代替羔羊。 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, 凡投身的男子必称圣归主。 依照犹太律法最初的规定, 凡是投身的男孩子必须分别为圣归属于神, 但事情渐渐发展到了一个地步, 他们准许人们将长子给赎出来, 以至于到最后, 神选取了立位人, 专门在圣殿做服侍的工作, 其他人就付钱给立位人, 算是将他们的长子从服侍神的职责里赎出来。 玛利亚和约瑟将他们投身的婴孩带到圣殿, 让他称圣归给神, 并且按照律法的规定向神献上两只除鸽, 这是穷人所献的祭, 这暗示着玛利亚和约瑟过的是相当穷困的生活。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点, 因为这表示耶稣生长在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, 他了解我们在这方面的挣扎, 我们得时时面对那叠付不出来的账单, 我们需要买这些食物, 买那些日用品等等的, 我们常常在烦恼那些生活上的欠缺, 而耶稣能够完全体会了解我们的苦楚。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, 这人又公义又虔诚, 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,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, 他得了圣灵的启示, 知道自己未死以前, 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。 西面是一个与神亲密同行的人, 是一个敬畏神的长者。 上帝对他说, 你在未死之前必要先见到弥赛亚。 他受了圣灵的感动, 进入圣殿, 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, 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。 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, 称颂神说, 主啊,如今可以照你的话, 释放仆人安然去世,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,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,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, 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。 西面在此预言说, 这孩子要成为亮光, 不但要光照以色列, 并且也要照亮外邦人, 照亮整个世界。 孩子的父母, 因着论耶稣的话就稀奇, 西面给他们祝福, 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, 这孩子被利, 需要将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, 许多人兴起, 要做毁谤的话柄, 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,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。 他对玛利亚说, 这孩子将会成为众人极大的祝福, 但同时也会使你自己的心被刀刺透。 这是为了帮助玛利亚做好心理准备, 将有那么一天, 她要目睹这孩子被钉在十字架上, 她的心将要绞痛如焚, 她会经历到极大的痛苦。 又有女宣知名叫亚拿, 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, 年纪已经老迈, 她其实已经八十四岁, 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, 同丈夫住了七年。 这里再讲的是, 那童女月经开始的七年之后, 她结了婚, 一直到现在, 都还同她的丈夫住在一起。 这里的写法, 是有点令人难以理解。 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, 同丈夫住了七年, 就是说, 那童女在她的月经开始的七年之后, 结了婚, 并且一直与同一个人居住, 她现在已经八十四岁了。 现在已经八十四岁, 并不离开圣殿, 进食祈求, 昼夜侍奉神。 她就像是那些属灵的圣徒一样, 有着美好的内在。 自到那时, 她进前来称谢神, 将孩子的事对一些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, 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, 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。 孩子渐渐长大, 强壮起来, 充满智慧, 又有神的恩在她身上。 每年到月节, 她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, 当她十二岁的时候, 他们按着节旗的规矩上去。 耶稣很可能是头一次参加节庆, 她刚满十二岁, 快要到达犹太人满十三岁, 行成人礼的时候了。 守满了节旗, 他们回去, 也就是月节的节旗, 他们每年都上耶路撒冷去守节, 是一对很虔诚的夫妇。 守满了节旗, 他们回去, 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, 她的父母并不知道。 那时经常是上百个人一同结伴同行, 妇女们通常会先出发, 因为她们的行动比较缓慢, 男士们会迟一点出发, 他们总是能够在傍晚时分赶上妇女们, 然后晚上就搭起营帐过夜, 约瑟和玛利亚与亲人朋友一同出发, 朝着回拿撒勒城的路走。 到了晚上准备露营时, 约瑟大概在这时赶上了他们, 问说, 耶稣在哪儿? 玛利亚说, 她不是跟着你吗? 没有啊, 我以为她在你这儿呢。 他们四处找她, 问遍了所有的亲属, 他们都说, 我们没有见过她, 他们各自以为她是跟着人群走, 以为她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, 就在亲族和熟视的人中找她, 没有人见过她, 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她。 这个十二岁的小孩一定在想, 不好了, 我的父母不见了, 他们一定会担心地要命。 过了三天, 就遇见她, 他们回到城里的时候, 并没有立刻找到她。 遇见她在店里, 坐在教室中间, 一面听, 一面问, 凡听见她的都稀奇她的聪明和她的应对, 她父母看见就很稀奇, 她母亲对她说, 我儿, 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? 看啊, 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。 注意一下, 这里说的你父亲和我, 指的是约瑟, 然而耶稣很快地纠正了他。 耶稣说, 为什么找我呢?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? 在这个时候, 耶稣并没有认约瑟为他的父亲。 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, 就是圣经第一次记录了耶稣所说的话, 这些话的内容非常重要, 因为他们表达了耶稣降世为人的目的。 这目的是什么呢? 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。 我常听很多人说, 哦, 我晓得, 那是我应当做的事, 那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, 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很多应该去做, 却没有去做的事。 哦, 我知道, 那是我该做的, 我实在应该做才是, 那没有太多的说服力。 但是如果那个人说, 我必须得这么做, 那你最好洗耳恭听, 因为你快要发现, 什么是那个人生命的核心意义了。 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, 为了他父神的事为念, 是耶稣生命最基本负担。 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。 他所说的这话, 他们不明白, 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, 并且顺从他们。 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, 耶稣的智慧和身良,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, 都一起增长。 路加福音的头两章, 都是一些背景介绍。 第三章开始, 我们会谈到施洗约翰的传道事工, 然后会谈到耶稣的事工。 愿主祝福你们, 增加你们对神真理的了解和认识。 我们有机会一起学习上帝的话语, 在祂的话语里头成长, 让我们的智慧也随着增长, 并且加添神和人喜爱我们的心。 感谢观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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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